先生 您看看我们这环境 衣衫傍水 坐北朝南 风水绝对没得说 我们这可是全是最好的 而且建筑规格上 有很多种选择 涵盖了各种消费人群 您慢点 先生 冒陌个问您一下 咱们这是给谁选 我也好定向地推荐一下 给我自写 先生 你这玩笑开得多不激烈 大白天的您这不是下午 不能给自写买吗 当然不能了 您闻规定 这墓地是给逝去的人 我这可是正规享受 而且买墓地需要各种证明 不如死亡证明啊 等会儿 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些证明很快就会有了 亏了什么 晚安 上班时间不在公司 跑哪儿去了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 私事儿 私事儿 你跟我之间人居然有私事儿了 你这么说我可太伤心了 说重点 重点就是 嗨多假村那个项目 我约了甲方的负责人何生 晚上见见 搞搞关系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去应酬 放心 不让你喝酒了 不过你毕竟是项目的总设计师啊 你出息一下显得咱们尊重甲方 你这个投资人都去了 还不够尊重啊 你不是还要靠这个项目拿金案奖吗 不想评三大奖了 好 一会儿我发个地址给你 你过来接我 曼琳 他居然挂我电话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人 他想干什么我都陪他一起 他开心的时候我陪他一起开心 他不开心了我还得吼着他开心 他居然挂我电话他为什么呀 你们兄弟俩的事儿 我能发表什么意见啊 苏总 会议室有面试 好 我马上再来 什么面试 顾总招助理 他需要助理吗 他不需要助理吗 需要啊 他每天工作量这么大 需要有个助理 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 他需要 他需要 顾先生 那您 您还满意吗 位置可以 设计我不喜欢 可我们这儿是统一设计 我的目的我要自己设计 这儿是统一设计 那这个咱们后面再商量也行 可是您是活人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是说您还在世 而且这么年轻 我们这目的确实没办法出售给活人 那些资料 过后应该很快就会凑齐的 这对啊